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哈利利亚 我们现在应该是规定换宽了 所以要不然我一直会眼睛会起雾 所以我们从起头说 其实我们是坦然无惧 不会有任何的事情 但是凡事还是要规定 遵守政府的规定 这是我们在世界上应尽的义务 但是政府怎么规定 我们就怎么做 但是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像今年的年度一项 告诉我们说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 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试炼的时代 无论是瘟疫 是地震 是通货膨胀的威胁 战争的风声 种种对我们都是严厉的试炼 所以在这样的试炼环境当中 我们要去了解 这一切试炼发生对我们的意义 如果是灾难 那是我们碰到了非常的事情 碰到了可怕的事情 那我们只能够在其中苟且偷生 在其中去求看看能不能少一点灾祸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 我们的天父掌权 所以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都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成长 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 我们对一切的看法会不一样 该应付的还是要应付 该得胜的还是必须要得到力量去得胜 所以我们要认识时代的试炼 知道它的原理 也要掌握成长的要诀 我们在其中经历这些 到底意义何在 怎么才能够体验的正确呢 我们上一次讲到面对火炼世代的永生智慧 我们有永生的人 生命里边就有属天的智慧 而这个智慧和机会是配套的 我们常常听说上台靠机会 下台靠智慧 还有说什么赚钱靠机会 发钱就要靠智慧 其实有机会没有智慧 那个机会可能就是误会 可能就是危机 所以我们要晓得掌握机会 有一种机会叫做开门的机会 听到童话故事 芝麻开门 有些时候开门对一些人就是机会来了 其实我们知道说 开门的事情 一扇门为我们打开 我们可以进入其中 得着一些特殊的祝福 最容易去直接联想的就是 有些百货公司忽然大拍卖 听说今天要卖什么新的东西 这个Apple 15 Apple 16 是吧 要卖了 所以清早就有一大群人去排队 开门中有关门的时候 如果今天是特价 那明天就没有了的话 在关门之前许多人就要掌握了 就要把握住那样的机会 其实时机会过去 那么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机会 像有人去排队买这个股票 刚刚上市的时候的股票 很多人去抢那个机会 但是我们买到地雷股 也就机会就变成误会了 一场大误会 到后来就会产生困难 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 他进到一个很好的公司去 那家公司成长得很快 在实际对的时候赚钱就赚很多 但是也有可能 那家公司是一个误会 还有一种可能你进去了 进到那个单位公司去 自己不努力工作不行 很快就被坏掉了 那这就变成一种伤心的回忆 所以机会 开门的机会 也要有努力的智慧 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六节 主耶稣说 假冒为善的人 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省粮 什么是合理的呢 我们对于时代 主耶稣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看见未来的智慧 所以到底现在 这个时代 对别人 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情形 有些时候我们管不上 但对我们自己而言 是怎样的时候 什么才是我们 对我们合理的事情 我们审量好了吗 做什么才是最恰当的 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去揣测 每一个人的状态 但是得要问一问 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每天所做的事情 都在计划里 都正在向着一个 非常值得去投入投资的 是 的机会 在努力着吗 这是我们应该要 问一问自己的 因为天父上帝 时时刻刻都在等候 我们问清楚 我们的需要以后 把我们的需要 借着祷告 形成申请书 送到他那儿去 如果我们所要的 其实并不是真正 我们所需要的 那么这个是叫做望求 就求也得不着 如果我们不求 不知道该什么求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时代 传道书三章第一节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这一共有二十八种时 那么在第九节说 这样看来做事的人 在他劳碌的事上 有什么益处呢 其实这样看来 这四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 所以整句话 做事的人 在他的事上有什么劳 劳碌的事上 有什么益处呢 其实是说 我们要怎么做事 才会真正得到益处 所以当然很基本的 很简单的就是 我们要知道 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常和弟兄弟们提到 耶稣问门徒 第一句话是 你们要什么 所以在传道书三章 刚刚是第九节 第四节就说 我见神 叫世人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这是一个火炼的时代 一切的环境都为了 像炼金人的火 苗布人的简要 使我们更加的纯净 更加的有价值 然后第十一节就说 神造万物个案 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这讲到客观的环境是训练 而主观的目标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永恒 知道永远 知道永生 去领受永生 所以我们在今天和大家谈到 面对这个环境 要把握时机的呼唤 主耶稣一直告诉我们 说他把我们放在 这样的时代里边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 去经过火一般的试炼 然后得着那比能坏的金子 更宝贵的信心以及生命 所以就必须要有建立目标的提醒 我们的人生目标 要很真实 很确定 所以把握时机和确定目标 这个机会与智慧 两者是配套的 是不可分的 上帝给我们机会 但是我们需要在其中 得着属天的智慧 这是我们所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 腓立比书第三章 十三节到十五节 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帮我读一下好吗 弟兄们 我们不是自己已经得着了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 我们与神有关系 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生活当中 常常做的是什么事 就是指示 所以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不是一切都忘了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在 然后我们向着标杆跑 才能够活出 值得活的人生 那么 所以我们的标杆是什么 要得着神从上头 照我来得的奖赏 上帝到底要给我什么 我们没有弄清楚的时候 浑浑噩噩的 浮浮屠屠的过日子 时间是会浪费的 所以我们要和大家 讨论着当前的世代 有怎样的危机或是机会 没有得到帮助的人就是危机 有智慧的人就是机会 所以如何才能够看见 上帝的奥秘 避凶趋极 逃避 避开一切的危险 而向着神的祝福 把握时机 来经营我们的人生 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来讨论的 亲爱天父 仆人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 都求你一样的来祝福 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向你呼求 求你是讲得听的 在你面前一同寻求 一同领受你的启示 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帮助我们每一位 主啊 当我们同心合一寻求的时候 你因着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 祷告寻求 就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所当得着的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 怜悯你的仆人 用你的宝血遮盖 用你的圣灵托住 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你的荣面 让我们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这里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今天要知道说 在这个时代 在使徒行传二章的 第十七节以下 神说在幕后的时代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环游邪气的 这个灵是什么 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 讲到圣灵 圣灵与我们同在 其实主的灵就是主的话 主耶稣说 我的灵就是生命 所以其实对于灵的事情 当然会有一些能量 有一些精力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 比主的话更具体的 所以你们的儿女要建议 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建议 像老年人要做一梦 这是让我们用种种的方式 来领受主的启示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要说预言 这是讲到说 我们需要去服事 在服事当中才能够领受的更多 十九节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有火有烟 不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一切都在主大而日子 未到以前 其实这个世界 会有许多的事件陆续的发生 我们现在看到的 世界上的一些情势 其实今年还会有更多一些 那么只有真真实实地 掌握住主的应许 然后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做好预备 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 去面对这一切 直到这个末后的日子 这些现象 就是要使他的灵 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使我们更多的领受神的话 在二十一节说 到那时候还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我想刚才在佩营 佩轩他们预备诗歌第一首 我们就讲到 我们夫求救必得救 其实这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 所以今天所读的这经文 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二十二节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过的各乡教训人 这是主所做的事 一个人问他说 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这个人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 他看到了什么 那主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耶稣没有回答他 他会所问吗 甚至于没有回答他 而是对众人说 但是他关键是说 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的回答说 你们要进窄门 那为什么要进呢 二十五节说 即使家族起来 关了门 你们站在外面叩门 说主啊给我们开门 这一再讲到门的事情 他就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 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回答 这也是我们要去探讨的问题 我需要把握时间 所以就不和大家讲得太细碎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得救的人少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也就是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二十三节 有一个人 这一个人代表世上许多的人 他们所问的是世人所关切的 到底人多还是人少 我们在服事教会的人 常常会关心说 今天来的人多还是人少 做生意的人他很关心的 今天客人多还是少 钱赚的多还是少 这个是世人关切的问题 所以他连结的 象征的也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 我们所经营的事业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到底收益多少 这是人生成败得失 这样的事情是人所关心的 有一个名嘴说 人到底活到底就是争什么呢 争说你房子住得有多大 车子有多好 钱赚的有多少 真的是这样就够了吗 我想稍稍有智慧的人 是不会这样认定 但是却是普遍人们的想法 那么在二十四节 讲到耶稣的回答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宅门 这个众人当中 当然包括耶稣的门徒 而真正能够回应耶稣的话的 要么就是已经是耶稣的门徒 要么就会成为耶稣的门徒 对吧 所以其实对世人讲 是不太有益处的 讲对牛弹琴 无辱到牛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要说 其实听得懂的人 就会成为门徒 这是一种永生的呼召 永生呼召会有什么样的成就 这是我们要探讨的 那么二十五节做了 附带的解释 即使家属关了门来 你们要站在门外开门 这说明门有开的时候 有关的时候 而这个进宅门 其实是讲到天上的国度 向我们打开的事情 在2022年 其实应该说是21世纪就开始了 但进到21世纪的30年代 也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有属天眼目的人 其实要看见天上的门开了 开得很清楚 就是借着许多事情 正在向我们明确的启示天国 那我们如果看得见 我们就会进得去 就会得着 如果看不见的话 就只好看世上的事 就只好把眼目放在世界上 跟随事浮沉 随事浮沉 如果风平浪静的时候 浮就浮沉就沉吧 好像在那里洋涌一样 没什么关系 惊涛海浪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这是什么时代呢 这是我们要以思想的 所以我们讲到天国的荣耀 这样的恩典正在向我们开启 我们讲天国天门的启示 包括两个字 是开启以及启示 教导 那么关键 其实门关了 又有箭子一按 就会打得开 关键 人生有许多重要的关键要把握 有没有看到有人 进到一些环境里面去 摸不到门路 就不知道怎么用 昨天看到有一个原住民 他在讲他阿嬷的事情 他带他阿嬷到了大饭店去 他那个阿嬷进到了洗手间 没有办法洗手 因为他找不到牛的 所以有些时候 一个关键点不知道 就会使得自己 很方便 很好的工具 或者机会 也不会应用 反而造成困扰 所以在这个时代 有一些关键 我们是需要了解的 所以 得救的人少吗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也提醒我们 在今生的百倍 在来世的永生 我们在一切生活当中 应该要关切什么事情 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关切的重点 而这个关切 这个关切的同时 应该怎样去掌握机会 要有努力的智慧 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 那么讲到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一个人问他说 主啊 得救的人少吗 这个 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 那个人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也许他所看到的是 当时耶稣 讲得很认真 旁边也围着很多人 那些人在等什么呢 等耶稣 你也讲完了没 你赶快来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病得医治吧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耶稣讲的 他们根本没有听进去 那耶稣在讲 也许是讲到 官夫得救的事 那些人 却没有在听 所以这个人觉得说 你这个人 你这个耶稣 这个天国的Sales 好像 果效不彰 成绩不太好 所以他就问他说 得救的人少吗 一定是看得很少吗 所以这是 许多人常常问的问题 人多人少 这种数量 赚的钱多钱少 这种数量常常是 人们所关切的 坦白说 我也很多年为这样的事情焦虑 因为我们在有些地方 愿意来听到的人很多 但是有些环境 我们确实感觉说 人一直没有办法 非常的多 但是主提醒我们 这不是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个马太福音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吗 人还能拿什么 来换得自己的生命吗 所以我们如果 主耶稣要求 要我们关切的是 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自己在福祉当中喜乐吗 自己在福祉当中有成长吗 自己是不是成为一个 越来越好 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有用的人 这是上帝关心的点 而我们常常去关心说 外面人是不是聚集得多 这个环境是不是变得比较好 你要知道说 其实有些人 他曾经花很大的时间 很大的努力 终于打下了一片的事业 但是在一个灾难的过程当中 一切化为乌有 听过吗 像现在我们在看乌克兰的事情 很多故事还没有发生 但是其实一定有这样的事件 很多的 这我就不用多讲了 所以约翰福音21章21节 当彼得看见约翰 使徒约翰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主耶稣常常提醒我们 不要去管那些 我们不需要管的事 不要去为了外面的人多人少 而产生焦虑 赚得多赚得少 那些都不是问题 我们是怎样的状态 这个常问的问题和当问的问题 都很像 字都很像 但不一样 应当问的是什么呢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我最喜欢的经文 请帮助我念一下 我们不上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 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楚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环境会让我们上胆 像我们这样的年龄 特别体会到外体渐渐的软弱 关键问题是内心呢 有没有一天心事一天 这是按着天算 现在的时代恐怕要按着小时算 按着分钟算 我们自战自心的苦楚 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是有强烈对比的 但是也告诉我们说会有苦楚的 十八节说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注意 这智慧的话 对信主的人 门徒而言要去顺从主的道 对于 对自己负责任的人 就要去领受智慧的言语 这个时代 所不见的和所见的 越来越分不清楚了 但是我们 是不是顾念所不见的呢 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 常常顾念就是 我的心放在哪里 我们如果顾念的是 一些五官眼睛所看得见的 在这个时代当中 越来越让人证明说 其实这个人的关切点很低 对吧 他的知识 以及他的智慧 恐怕都需要成长 所以在今天所读的 这一段经文的前面 耶稣说 神的国好比什么呢 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园中 长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 树在他的枝上 二十节说 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 好比面教 有妇人拿来藏在山斗面里 直到全团都花起来 然后耶稣往各城各乡 往各地去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这个前后经文 我们至少应该连接 耶稣所讲的很大的部分 都是讲神的国 神的国是我们需要关心的 而讲到说芥菜种 长大成树 讲到面团花起来 都讲到他的成长 而他的成长 其实有一个 我们可以去思想的点 就是那都不是靠人的力量 它是放在这个树 种子种下去 它自然就会成长 有面教在那里 当然你把它揉好了以后 放着它自然就会 哇 这都是讲到眼睛 所看不见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 而不是要顾念所见的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那人问什么呢 得救的人少吗 这个得救是一个大问题 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十节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绿化 十一节和我的爱念 再者你们晓得 现今就是该趁早得救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爱是不加害人 我们常常知道 黑夜已深是我们已经体会的 外在环境 但十一节说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 这什么意思 更近了就是还没有到 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保罗会说 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呢 其实这个对于得救 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去探讨的问题 我之前一段时间 是在中国大陆服事的时候 常常碰到一个困扰 就是许多不同教训所产生的教徒 他们常常争论一个问题 说一次得救 是永远得救 还是一次得救 不能够永远得救 这个变成彼此争论得很厉害 甚至于结党纷争的一个现象 其实我一直在说 得救并不存在那个问题 得救不是一种地位 而是一种状况 这个得救 我上次和大家讲说 这个得救也是一个动名词 就是救恩带着我们在成长之中 得救不是一次 在格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这个救恩对我们而言是过去的经验 是现在的体验 是未来的盼望 得救的具体意思 我想 我希望弟兄姐妹 你要常常去说 你才会清楚 得救的具体意思就是得到帮助 得到救援 我们如果知道 好比说现在乌克兰产生那样的事件 那么他们就有一些人在战产之中 他就需要有人去救援他们 那么如果说从战火中被救出来 那么他身上已经负伤了 还要在医院里面还要去救父 如果将来没有生活 生活还要救济他 这个救的事情是一个动名词 是一个继续进行事的事情 我们所需要的是 他过去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脱离黑暗的全世 这是我们的经验 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永生的盼望 也得到生命的种子 现在我们在客观的状态里 无论我们现在落在什么样的困难当中 都需要这位救主天天来拯救我们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这猪般的凶恶是有些时候碰到坏运期 有些时候碰到病毒感染 有些时候碰到坏人在旁边跟你挑衅 这些各样的凶恶 有些时候自己里面起了一些恶念头 怎么排除都排除不掉 有些甚至于搞得自己都不想活下去 这猪般的凶恶 上帝要用各样方式来拯救我们 然后也必救我进入祂的天国 其实最大最重要的就是 祂要救我进入祂的国度 这个神的国度其实在永恒的世界里 我应该这么说怎么说呢 我们在物质的一般叫做五官感知界的 这个物质世界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地球的世界 但在形而上的存在里边 它是有非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国度 但有一种国 有一个国是耶稣基督的天国 这是与其他的国度不一样的 这是特别超越而且特别荣美的一个国度 而我们需要的是祂救我们进入祂的国度 所以到底得救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需要去深刻思想的 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十四节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责 安然见处 十五节说 并且我们要以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信的给你们 这里讲到彼得 他在年老的时候 他特别体会到什么是得救 在这里讲得救的因由 得因由三个字原来是没有的 具体这句话 他完整的理解 就是说主的长久忍耐 就是救恩他的具体的现象 就是救恩他的重要的特殊性 师母在前天跟我谈到 对有一些同工有一些同事 相处相当久了 对救恩仍然不很理解 所以他就有点焦急 那我就跟他说 其实每一个人从他的过去的光景 从充满世界的观念 这样的状态里边 要被一直不断的更新变化 像我们活到这样的年龄 服事主这么久了 都还在被更新变化之中 所以如果有一些人 他 这个师母是比较关心 说他这样不会开心 不会快乐 会常常困在一些 其实不需要纠结的事情 比方说 最基本的就是 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再来就是为什么 人们都不太敬重我 对我都不太好 种种的情形 各有各的纠结点 但如果真正的认识到救恩的人 他一定会有一些现象 生命是自由的 幸福感是很完整的 然后很不容易被一些 别人会跌倒 会纠结的事情困住 当然我要说这些事情是 会不会因此他就无忧无虑了 不会的 仍然会有 只是他越思想的 就会越细越高 越真实 这样而已 所以我要说的是 其实 耶稣的长久忍耐 就是救恩 救恩的具体形象 就是我们要有 凡事忍耐 凡事宽容 凡事包容 这种爱的一些状况 耶稣基督对于 我们有些时候 去看到有一些人 他为什么不能够醒过来 他为什么老是困在 我们觉得没有价值 不需要困住的状态里 这就是上帝 在忍耐等候果树成长的过程 也就是当我们看到 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太开心 我们就要体会到 耶稣基督的长久忍耐的心 所以我想和大家讲的 基本很简单 就是得救不是一次的经验 对吧 得救是我们在每一个环境当中 每一个状况里 所需要的 到底我们得救了没有 那就看看我们 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 里面有没有得救的盼望 如果我们看到 看这个处在一种烦恼困扰当中 我们觉得爬不出来 那个叫做沉沦 在 那个人问说 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这 耶稣似乎是没有回答 但是已经具体回答了 因为重点不是人多人少 而是你自己要得救 而得救的这件事情 在一个意义上面来说 就是努力的进窄门 这个门徒的努力 有努力的目标 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进窄门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 大家很熟悉吧 你们要怎样 进窄门 因为引入灭亡的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那你就不要管 这个那人将来如何 不要管他 你找着了没 这是我们所需要问的 之前有一段时间 常常教会登一个广告 说我找着了 但是真的找着了吗 找着的人 其实得救的人 找着的人是不多的 这里讲到引到永生的 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 灭亡这个字翻译为沉沦 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 引到灭亡的门 很多种种的方式 都很容易把人带进沉沦的光景里 师母今天在台北 他要讲的题目是由深渊限定 他讲的就是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 那财主他离开世界 就在火福里边 永火里边 那种所谓的沉沦 其实所讲的意思 好像人陷在泥闹当中 陷在非常非常不好的环境里 其实这个世代 我们如果看到那个北极 它的冰正在融化 看到全世界有种种的可能 过了三月四月以后 应该是到五六月吧 全世界的经济情形 会产生很大很大的考验 我们已经体会到 好像什么东西都贵 我一直在跟人家讲说 你不要嫌这个贵那个贵 没有什么贵的 都会一样 只是钞票变薄了 就这样而已 那你如果了解到这种情形 其实这个世界 整个就是一个沉沦的泥闹 我想表达的知道 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如果没有真正的得救 这样的确据 那么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边 其实都会感觉到沉重 都感觉到痛苦 所以努力的目标是窄门 这个是引到永生的门 是窄的 路是小的 这个窄门小路 这个你要有真真实实的寻见 我刚刚说了 真真实实的寻见这个门路 也就是得到了得救的方法 也就是有了得救的确据 真正的得救会自由喜乐平安 有没有呢 这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 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的第十三节到十五节 这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努力面前的 有些人努力的毫无彰化 努力的没有目标 再努力什么 后来想一想回头去看 就白忙了一场 其实许许多多人的忙碌 他未必没有用 如果做出成绩在他生命里边 他自己会享受 我知道我经过那件事情 我长大了 我知道我经过那件事情 我更认识神了 更有永恒的盼望了 那么无论那个经过是怎样都值得 所以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那么我们如果是要追求完全的人 定义上面是完全人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是耶稣的命令 而我们如果在爱里就能够得到完全 其实一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我们相信神爱我们 然后我们要去更多的努力 去让我们去掌握上帝 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机会 那么我们知道说 这里所讲的 你们要努力进宅门 因为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这是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努力的话 其实他就很容易 很可能会落到什么样的光景里 会落到窄门 看不见而进不去 因此到后来想要发现说 这个环境变化了 想要进去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 我看看 我在这里讲义为什么写成这样 我自己都不晓得 为什么还 有一段话我忘记怎么写了 不过没关系 人年纪大了还是会糊涂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我们努力的必要 就是我们天国的门能不能进得去 它的一个生死的关键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十六节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要努力的进去 就讲到律法和先知 师母今天在台北 他也会讲到律法和先知 律法和先知是让人认识基督的救恩 告诉我们说 律法他没有成就什么 律法是死人之罪 而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道 而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道 在前面所说的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用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这告诉我们其实地上的金钱的权势 是非常非常的影响人的 我们要知道其实快乐 有意有实就当知足 而上帝也应许我们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也应许我们说 我们天上的妃娘也不重也不收 神还养活他们 我们如果去关心肉体的事情 关心得越多 就会越重 就会越看重外在的事情 如果我们知道认识这位永活的神 认识祂的救恩 会随时给我们真正的具体的帮助 那么我们就会 使我们真的从这个物质的 从这个外在的事情转到心灵的 转到形而上的事 但是有一些信仰的人 叫做法利赛人 他们努力地持守一些绿化 其实他们是贪赖钱财 因为看不见永恒 看不见更高的目标 所以他只好追求 追求眼前的这一切 所以耶稣讲这些话 他们是笑耶稣的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神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是 神所看为可证悟的 这讲到天国世界的差别 而讲到这个律法和先知 到约翰为止 这是讲施洗约翰 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得比较具体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 施洗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 说远到约翰为止 这段话今天恐怕 不能够细细地和大家来讲清楚 但是总而言之 这里讲到 其实你守律法 守得再怎么好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道的话 是与天国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完完全全不倚靠别的 不倚靠世界上的功劳成就 成败得失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单单信靠耶稣基督的血 也单单去追求神的义 就是让我在时时刻刻 因着信的缘故 让我能够知道自己是被爱的 然后就会在每一个日子里边 按着每天的地步 只要我自己心里边 任何过不去的事情 都交在十字架上 这个十字架的救恩 对我时时刻刻 每天都有果效 那么只有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是非常简单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会有许许很多的说法 很多的教导 因此会把我们带乱 好像我们少做了什么 不做了什么 手上少了一些资源的话 恐怕就会有危险 那这些种种的情形 会让我们产生 我们在生活当中 环境里边的混乱 所以律法和先知 其实他是要启示耶稣基督的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 耶稣就讲到说 许多人去读圣经 以为其中 读旧约圣经 以为其中有永生 但他们不到耶稣这里来找 许多人去信从摩西 却不知道摩西他是一个影儿 他是一条路 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 所以这些道理 我想这太过神学了 我今天也就不讲了 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边 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 对我们而言是一种 很重要的警示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怎样 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为什么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因为时代变了 许多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平常生活里边过得满处 逍遥自在的人 到了特定的时间 环境一来 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过 太平日子了 我们讲到是不是得救 是不是有得救的确据 这两天看到一个故事 也让我有很多的感觉 因为在乌克兰 他有一个富商 乌克兰他的环境 因为一直有威胁 所以他就在华沙 就买了房子 然后这个预备着 时刻就预备着 预备着这个机票 所以当那些日子 有一些风声来的时候 他就坐着飞机 就到了华沙去了 那么他是已经有了得救的 已经有了得救的确据 那么也有朋友 像从前 他的朋友 像从前我们在听上海的故事 也一样 他们觉得说 我这里还有事情 没有处理好 所以再等一等吧 那再等一等的时候 像乌克兰 他的基辅 飞机就不能飞了 他想要脱离就困难了 这个是不是能够得救呢 其实这是 我讲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最好的比喻 我是要让我们知道 门有开的时候 有关的时候 什么时候门关了 知道的人就知道 不知道的人 到了时候想要去 也来不及了 不过这个故事 其实还有后续 那个富商后来 又回到 自己又回到乌克兰去了 就像他们的总统 没有想要离开 如果有人爱国 有人愿意进到 特殊的环境当中 去做成生命的功课 因为特别的环境 才能够显出荣耀 显出生命来 所以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只是做比喻而已 如果到时候 你想要去进这个门 进不去 这个环境已经变化了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里 如果我们有救恩 那么我们里面就会有把握 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 又为什么在这里 或为什么选择在那里 我们可以选择的 有选择的自由 但是我们选择的 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同在 讲到救恩这件事 那么在诗篇告诉我们说 我们刚刚说 这个其实得救的真正意思 就是得到帮助 像当在战争的时候 像乌克兰现在就是 要去向其他的国家去求援 没有得到帮助 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靠我们自己也靠不住 没有办法 而且越靠自己 其实越困难 我们所需要的是 我们知道我们有援军 有上帝的恩典 有上帝的帮助 但诗篇告诉我们说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照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 所以我们相信 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救恩帮助是从神而来 但这句话有点抽象 对吧 这句话会不会 如果对于一个 没有准确的确据的人而言 他会不会是自我安慰 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信 必须要有约 必须要有经验 知道说当我在任何环境当中 一定都会有奇妙的救恩 会显明在我们当中 甚至于如果我们渐渐的与主连接的 比较深刻的时候 你在祷告里边 他会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你在祷告里边 他甚至会把如何救你的计划 以及救你的原因目的 都让你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时代 正是使我们更深 更真 更明确地理解主的救恩 这样的时代 许许多多的人 千千万万的人 他们自己以为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自己以为得救了 其实得救是什么都不知道 得救是一个约 是认识神的存在 是知道 祂要把我们放在什么环境里 然后知道祂会救我们 甚至于知道祂会怎么救我们 但是现在的困难麻烦是 有些人连在危险里面都不知道 那他就不会去 遵循主的救恩 我还是要比较明确地说一下 所谓的得救 它是相对于灭亡 也就是沉沦 我想 因为师母在这两天都跟我在讨论 那他要讲的就是有神渊限定 蒙恩的拉撒路和在火福里边的财主 他们去向亚伯兰呼求 亚伯兰说中间有神渊限定 神渊是什么呢 神渊就是观念的差异 思想观念的差异 因为观念如果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一直 很多人一直在泡在痛苦 烦恼 泡在错误的目标追求 泡在很多的情欲 很多的 很多的 这个 这个 肤浅的 世界的 成败得失里边 在打滚 逃不出来 我们如果真真实实地 能够超越过 世上的一切的约束和捆绑 那么能够体会到 上帝给我们一个目标 只要我们专心去寻求神 专心去寻求 那个 他要从上头照我来得的奖赏 当我们在专心求内阁的时候 一切所有的 这个拯救的方案 拯救的方式 都会看得见 那这是一条很窄的门路 那么这个 二十五节说 即使家主起来 关了门 你们站在外面叩门 这是 耶稣面对众人的时候 其中有几个人 是听得懂的 有很多人当下是听不懂的 那耶稣用重话来提醒 说你们站在门外叩门 说主要给我们叩门 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 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说不认识 这个认识主 约翰福音十七章 第三节告诉我们 认识你独一的尊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认识其实是能够彼此的认 彼此能够相认同 主说我不认识你们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主 不认识基督的生命之道 没有真正的得救 就会困在种种的环绕当中 这一切都是新的问题 我这两天在看一本 这个蛮有用的书 其实它是综合各种各样求道的人 他的经验 那也综合现代的物理学 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切的存在就是思想意识 每一个人你的意识 就是你的世界 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与上帝立的约 对世界的认识 和对神的认识 是一样的事情 对神有怎样的认识 就会对世界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讲得清楚吗 而我们的看法 就是我们与神立的约 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 心意不断地更新变化 让我们越来越认识 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唯一的路 但是他在意外面说 得救的人多人少 赚的钱多钱少 车子开得好不好 那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目标偏了 人生就乱了 所以现在的时代 我刚刚说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 当这个启示录二三章 是讲到世界上的种种教会 第四章第一节 使徒约翰说 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只是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竟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我想用这两节经文 和弟兄姊妹提醒几件事情 这是一个天门大开的机会 我在前些日子 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到 在2022 有一个题目开始被讨论 叫做元宇宙 其实元宇宙 它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而它是让我们可以 借着元宇宙的产生 让我们在意识里边 在生活当中 在许多人的体验里边 更容易知道永恒的国度 是怎么回事 所谓天开了 就是我们对于永恒的国度 看得更清楚 所以这里讲到 我看见 我观看 我听见 我又见到有宝座 而这个天开了 对属神的人而言 有呼召要上去 生命要上升 有一个现象 上帝会把将来必要快成的事 只是我们 就能够知道别的事 我们看见天上的宝座 会被圣灵感动 这是这个时代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 当门徒能够听见的时候 他怎么说 马太福音13章16节 陪我念一下好了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看得懂 听得见 这是一条窄门 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 寻找 寻见的人也少 不要去指望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看见这条路 因为实际上 这样的呼召 永远都是少数人 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蒙恩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讲到天门的启示 神国荣耀恩典的关键 天门的启示 是我们如果心灵的眼睛被打开 就能够看得见 其实神的天国正在大大的打开 而你要看得见天国是根据什么来 根据里边的心窍 习天的通达 知道主的道对我们所讲的意义是什么 知道这个时代 许多的科技文明正在发展 越来越让我们知道 所谓的将来你如果进到元宇宙的世界去 其实就是有人架构一个架构 然后我们自己用一些不是物质的事情 是一些思想的事情 感觉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该怎么讲的 资讯的事情 在建立一个人格 建立一个生命 建立一种人生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大家听得懂吗 其实这 那会不会是很真实的 只要那个架构在就真实 只有这个架构在 在里边的存在就是存在的 这是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永恒国度 但是在永恒的国度里边 主有给我们荣耀的呼召 就是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 就得着 就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这个真理 这个呼召显现的时候 可以得着称赞荣耀 这个称赞荣耀尊贵 这最重要的是尊贵 生命是尊贵的 但是自己不认为尊贵 谁也使你尊贵不了 你自己认为是尊贵的 为什么 根据什么 必须要有道 必须要有客观的真理 必须要有环境的证明 在这个世界上 许许多多人 他的尊贵感 是从比较来的 是从外面加给他的 我在上个礼拜 对北京讲信息的时候 跟他们讲到这件事 像这个溥仪在三岁的时候 就做皇帝 对不对 那在他的宫廷里边 在一亩三分地里边 他尊贵都不得了 请问他的尊贵从什么来 跟他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懂我意思吗 那基督的尊贵不是这样 是生命里面的 所以我们要看见 这个门开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看得见 门关了 那么就再也看不见 我们所想要看见的事了 我们讲到 以前是哪一个人 一个作家讲的话 酒店关门我就走 我们这个百货公司 如果今天特卖卖完 晚上快要 他们要关门 就开始放网安局 如果在那个时候 你不抢机会的话 明天就没了 门开有门关的时候 所以在末后的世代 刚才我们读到二十五节 二十六节 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六节说 那时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的面前 吃过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 教训过人 这是听过主的道 如果按照我们现代的信仰的理解 就是你也领过圣餐 你也在主面前吃过喝喝过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晓得就是认识 因为没有共同的认知 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就不算认识 你曾经认识一个人 他不认识你 那也没用 对吧 所以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和众先知 在神的国里 你们却要被赶到外面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将有人来在神的国作席 这讲到神的国 就是天国的席位 那么为什么会有些人进不去呢 我们刚才讲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 我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永生的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找的人也少 其实接下来的话 告诉我们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要看里面不是看外面 外面披着羊皮 那个羊皮肯定披得非常好 让人家认不出来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吉利利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还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问题是果子 果子是什么 生命树是我们的知识心灵 果子就是我们的言语 这是我们常说的 那么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 还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丢在火里 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遵行天父旨意是什么意思 父的旨意 神是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就是所谓的遵行 就是我们在那样的旨意里生活着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好的 我们的心灵是很单纯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因着信而领受神的喜悦 这么理解是比较准确而容易理解的 二十二节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二十三节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 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些人在主的面前 传道 赶鬼 行许多异能 我们把它转化为 现在的生活的感觉的话 就说什么 许多在教会里边 在宗教圈里边 一直在服侍着的人 对吗 除了这个解释 有没有别的解释 没有别的解释 但是主却说 他们那么认真的服侍主 因为不是按着真知事 主告诉他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就离开我吧 这个离开是很忧伤的事情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主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也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那时你们要说 我在你们面前吃过喝过 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我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圣经说 有些人他作恶 他并不知道自己作恶 什么叫做作恶 当然我们今天要解释 没有时间了 用一句话 一言以蔽之 就是使人不开心 人包括别人和自己 这样同意吗 任何事情让人不开心 其实都是 那你说这个太严重了 我哪有办法 能够永远都使人开心呢 其实这个是对的 所以我们需要日日仰望主的救恩 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使自己 使别人不开心的时候 就是我们干换了主的 生主的血 因为耶稣基督的血 已经支开我们了 干嘛还不开心呢 这样听得懂吗 那已经 所以我们知道错 就认错嘛 认错就能够 渐渐地靠着主的话 在试炼当中 就会越来越练静 这样同意吗 所以我以下的几个经文 我就不多讲了 我讲到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 天国的十个童女 五个是聪明的 这个有预备游 五个是愚笨的 没有预备游 然后当门关了的时候 那愚笨的童女就进不去 那日子那时辰 我们不知道 因为会有关门的时候 第一个提醒 我们都是都有灯 灯就是要去照明身边的人 我们都是要活出见证的人 但却是没有游 游是什么 有人解释说是圣灵 当然也对 但喜乐也对 但是跟真正的具体的 这个四十七第九章第九节 橄榄树回答说 我岂肯指住 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 飘摇在众树之上 供奉神就是服侍神 尊重人就是使人的价值能够增高 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能够提升 我们也因着尊重别人 因着服侍别人的缘故 使他的价值能够提升 只要能够提升 能够提升多少 那是比较的问题 那不需要多计较 因为那个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状态底下 你能够提升一点就提升一点 使他好一点就是一点 能力大就能够帮助他很多 能力小就做少一点 就是要做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 这一节经文 其实四世纪第八节到第十五节 它其实讲到各样的树木 树就是生命树 那也讲到荆棘吉林 荆棘吉林 我们刚才在约翰福音 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读到 对吧 就是会伤害人的 伤害人的 无论他假先知 为什么会伤害人 他花一些言语是 攻击人的 使人信心下沉的 使人痛苦的 那那个都是 不是上帝所愿意做的事 所以我们如何去供奉神 这个尊重人呢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 帮助我念下来 我们 这是不可忘记 行善 因为这样的祭 是神所喜悦的 供奉神献祭 献什么祭 还以感谢献上为祭 就是荣耀神 我只要在一切的环境当中 懂得感谢 就会快乐 懂得感谢 就会使人认识神 这么简单 这是果子 然后呢 要捐书 行善 捐书 要给予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讲到说 这个分成两种羊 三十四节说 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以来承受这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是这么大的应许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喝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点点点 很多事情 坐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 就是坐在哪里 主身上 圣经是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讨论 我们在永恒里边 所需要关切的 是得救的问题 得救对我们是永远都需要的 上帝过去帮助我们 现在帮助我们 将来还要帮助我们 要帮助我们进他的国 而他的国叫做天父的国 叫做爱子的国 我们有信 然后又有行为 信的行动很简单 两件事情 跟我说 以赞美为继 献给神 行善与捐输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能帮人一点就帮人一点 有多少资源就做多少事 那么 做一些事情 当然不是 按着对方的需求 我们要有智慧 知道做什么 做到哪里 对对方才是刚刚好 才是有益处的 这就需要智慧了 上帝会十分地保守我们 会让我们在一些环境当中 无论遭遇什么事情 他都会为我们开出一条奇妙的路 在这个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震荡的环境里 我们靠任何的势力才能 其实都很难自保 但是我们如果领受到救恩 到任何地方都平安 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弟兄姊妹说的 也就是世人关切的是多少的问题 耶稣关切的是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得救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得到 进到天国 进到那永生的窄门里面 这样的恩典 所以腓立毕书二章十二节 请帮助我来念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在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去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我想重点是 要真正的掌握住得胜的秘诀 需要练功啊 需要常常经历各样的试炼 在试炼当中能够掌握住属灵的秘诀 所以从今生到永生的关切重点 几个层次来讲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我知道我需要主的救恩 我会预备好得救的条件 得救的条件就是信 感谢赞美 以及什么 行善 就这样的 以简单的结论和大家来做分享 所以这二十四个字吧 我们一起来念 看见世代脉动 珍惜永生 呼召 把握门开 时机 做成得救功夫 不需要再解释了 我们低头祷告 结束仆人把自己和弟兄姐妹 再一次交托眼望在你手中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环境当中 有许多的试炼 这一切的试炼都在你的掌管之下 都在你的恩典的计划之中 要使我们经过活一般的试炼 就得着那称赞荣耀尊贵 我们深深地向你献上感恩 也求你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做成得救的功夫 让我们对于救恩更加的认识 也让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 愿意听我们的人 求你恩待 我们每一次 每一天在你面前来学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